得了亚军却四处受辱,亚洲叠后为夺冠训练倒吐,退役后勇坛人才断荡奥运会,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事,每一位运动员都梦想着能够站到奥运会的舞台来展示自己,但是竞技体育又是残酷的,冠军永远只有一个,虽说亚军也只有一个,可人们记住的永远就只有冠军,那么,奥运会金牌和银牌差距到底多大呢? 刘子哥和焦刘洋是中国游泳女队叠勇项目的奥运冠军,2008年北京奥运会,刘子哥和焦刘洋包揽女子200米叠勇的前两名,而且两人的成绩,都打破了世界纪录,当时焦刘洋认为拿到奥运会的银牌同样十分不容易,而且也打破了世界纪录,不过后来发生的是让焦刘洋意识到了差距,北京奥运会后的一次活动, 焦刘洋受邀和奥运冠军们一起出席,活动结束后活动举办方有现场赠送字画的环节,当时焦刘洋排在了队伍的最后面,在轮到焦刘洋时,工作人员问道,你是奥运冠军吗? 他摇了摇头说,我是亚军,打破了世界纪录,工作人员回复道,不好意思,你不是冠军,就没有礼物,这件事对焦刘洋的刺激很大,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,彼时的刘子哥状态火热,焦刘洋就算努力追赶也无法超越他,加上心理压力,焦刘洋甚至有了退役的想法, 但是在父母和朋友的劝说下,焦刘洋将所有心思,都投入到伦敦奥运会的备战中,在那段时间,有未病的焦刘洋常常会训练到呕吐,但是他都坚持下来了,伦敦奥运会,焦刘洋终于获得女子200米蝶勇的冠军,向世人证明了自己,2015年,焦刘洋正式退役,2016年9月,焦刘洋和丈夫杨晨光结婚, 杨晨光是一位设计师,一直在加拿大工作,婚后,两人生活十分甜蜜,焦刘洋也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,前段时间,焦刘洋晒出了自己的照片,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焦刘洋明显发布了不少,但是颜值仍是那么高,还是那么有气质,随着焦刘洋的退役,目前中国女子蝶勇,也是处在人才断荡期, 希望中国游泳队能够尽早有人接过他们的一波 和营队能够尽早任天,焦刘洋智古,天津雅 절� duplicate,ödес别umpySON, felt子自的, 更还有一个公督的 符合风物體供出,至少你能道았�annya可能 Aren't fun,你便是 missionята吗? 感谢观看